國民黨又把這個提高罷免門檻的邱文彥的那個案子又排進來這個議程裡面 所以我們明天第一個會先杯葛議事 然後再來我們會準備六百多個表決案 讓他表決不完 也就是說如果他們不把那個案子拿掉的話 明天也沒有辦法讓他們開始成會 我們會讓他開始成會 那關於那個文友很關心那個兩岸監督條例現在的處理狀況 兩岸監督條例這個禮拜二在程序委員會 那國民黨自己把他自己的提案給封殺了 這個是破紀錄的自己封殺自己的提案 原因在哪裡呢 是因為如果禮拜五否決了這個他們的復議案的話 下個禮拜的內政輪值遭委是陳其邁 那就陳其邁委員就可以排案準審 國民黨不願意讓民進黨的陳其邁遭委取得主審的資格 所以封殺自己的提案 也就是說這個禮拜五 院會不會去表決這個監督條例的這個復議案 那要到下個禮拜才會再去處理 所以這個禮拜五沒有這個案子 下禮拜也不會有監督條例的審查的機會 下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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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